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凯博大台北书为新闻 我是邱世民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掌握这一节的新闻重点 凯博大宽评与台北市公用频道 号召喜欢拍摄影片的民众参加一系列影像培训课程 透过镜头将社区议题记录下来 分享给所有市民 行政院农委会举办农粮精品展销会 网络国内优质的农粮产品 希望让消费者能够一次采买 支持在地当季的优质农产品 经过多年努力 凯博大宽评台北市系统台 终于在6月15号关闭所有类比讯号 完成全区数位化的目标 将提供用户高品质的影音响宴 喜欢拍摄影片分享社区议题的朋友 接下来这则消息值得您特别关心 凯博大宽评和台北市公用频道 号召所有民众一起来参加一系列的影像培训活动 带您透过镜头记录社区的发展 2017台北市大运宣传大使熊战 在节目报名表盖上讲印 送交给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理事长 朱凤刚 也号召所有市民朋友 一同拍摄影片 落实媒体尽用权 你用你的数位摄影机拍到的一些 一些很特别的很有感触的一些影像 那你可以免费来申请使用我们第三号频道 有这么多的媒体 你可以想办法把这东西放上去 但是你可能还要通知别人 你的媒体放在哪里 但是呢我们的情况属于并不需要 你只要把实贯搞清楚 就可以把我通知你的经历朋友 在台北市就可以观赏 今年台北市公用频道 由凯博大欢评北市系统台担任承办单位 为了帮助参与的市民朋友 能拍出心中理想的影片 凯博大欢评观光传播局与公用频道 一同开设了一系列的活动 让市民学生能透过镜头 为社区留下精彩的影像 拿起你们的摄影机也好 或手机也好 把你们记录下来 你们跟如何展现我们台北人的热情 友善的影片 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呢 我昨天上网也看了一下 公用频道 祝老师这边的新闻稿 奖金还蛮高的 2017台北市大运将在8月登场 届时不只能欣赏精彩的赛事 市民也能从中发掘拍摄议题 金频道 新台北阳明山 丹文山总经理王建文表示 民众想落实媒体金融权 不仅要有好的拍摄技巧 好的拍摄意义更重要 期待参与的市民能多发挥创意 透过第三频道将好节目分享给所有观众 台湾补习文化盛行 全台总共有一万八千家的补习班 数量甚至超过便利商店 但消息会调查发现 光是今年一到五月 就有145件的退费纠纷 而补习班退费的办法 是由地方政府自行订定 其中六都当中 又以台北市定的最严 学生如果上完第二堂课要求退费 只会退还一半的款项 想充实自己 补习不再是学生专利 不过根据统计 2014年补习类的消费申诉 就高达两千多件 从今年开始到五月 也有将近两百件申诉 其中退费纠纷就占了七成以上 当天上完课我就跟他们说 我要退掉这堂课 但是他们就建议我换一个新老师 我就说OK好 那我等 结果等了一个月之后 就完全没有给我任何消息 我就说我要去退费 结果他们就说 我已经上了一堂课 所以他们只能退我一半的钱 过去传统的升学型的补习班 因为它有固定的一个学程 还有课程衔接 以及还有所谓的这个 在一个课程当中 大概比较不容易有 开课之后 有其他的学生来填补的这样子一个困难 所以制定刚才以所谓的三分之一 为原则的这个退费的这个方式 像林小姐这样想退补习款 六都退费的标准都不相同 根据消机会调查 其中规定最不友善的就是台北市 学生上完两堂课以后 连一半的学费都拿不回来 如果在未遇三分之一的话 你就只能够退所谓的这个三层 那如果是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的话 是完全不能够退费 那对于台中市来讲的话 你只要是在上课前十天 你还可以退百分之五十 小姐会提醒 随着补教业者开课的时间 越来越弹性 民众更要留意休业期间 收费规定跟退费条款 另外在签约时也要多加留心 才能够避免消费纠纷 记者谷创永 蔡萌萌导 同样跟孩子有关的消息 有一名妈妈在帮三个月大的 男婴换尿布的时候 发现有异常的黄色分泌物 还散发出腥臭味 妈妈发现不对劲 赶紧带宝宝就医 经过医生检查后 诊断为大肠感菌 泌尿道感染 也因为这名妈妈发现得早 透过药物治疗 男婴的状况已经逐渐好转 宝宝爬行比赛 爸妈使出各种招式 吸引小宝贝注意 有没有得名不重要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爸妈的宝 尤其是宝宝的身体出状况 做家长的肯定比谁都担心 一名妈妈帮三个月大的宝宝换尿布 发现尿布上有分泌物 还散发腥臭味 经觉有意送医后 被诊断出是大肠感菌 泌尿道感染 泌尿道感染在一岁以下的幼童 大致上是以男婴为主 那我们怀疑说是跟包皮 比较难清洁 或者是有些包筋的状况 一岁以上大致上就担心女童 那女童的部分担心说 跟她的尿道比较短 比较有关系 小额科医生检查后发现 男婴有包筋的状况 可能因为不易清洗 造成感染 幸好经过抗生素 和类固醇药膏治疗后 情况明显改善 医师表示 泌尿道感染 可能并发血尿 发烧 或是躁动等症状 初期如果发现宝宝有异常分泌物 家长就得特别留意 每次感染 只要反复发作 它这个部分就会影响她肾功能 所以很有可能 如果合并反复肾脏感染的部分 它其实将来是有可能会洗肾的 把握治疗黄金期 单次发生泌尿道感染 痊愈率高 一旦发生反复感染的情况 就有可能是构造异常 或是膀胱输尿管逆流 建议前往医院详细检查 以免日后影响肾功能 最严重还可能终身洗肾 提醒家里有新生儿的家长们 特别注意 凯博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导 新北市三重区黄河南路 台北桥营道口 汽车可以在内车车道 直接回转上桥 机车则必须绕道 扶得南路的带转区 不但耗费时间 也相当不方便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接获民众陈勤 邀请交通局来会刊 希望在黄河南路 增设机车左转专用道 减少机车族停等的时间 机车与汽车征道 直接回转上桥 显向还生的情况 天天上演 三重区黄河南路 台北桥营道口 汽车可在内车车道 直接回转上桥 但机车则不行 必须绕道到 扶得南路的带转区 不但耗时也相当不便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接获陈勤 邀请交通局会刊 希望在黄河南路 增设机车左转专用道 减少大家停等的时间 最近很多机车族的朋友 像我一直在反映 像我们这个 胡德南路跟环河南路 这个机车族 他要上桥 要够确定的时候 必须要到带转区 要在那儿等 然后看方向 才可以去 要绕一大圈 经过交通局 专业的评估 我们议定 在60公尺前 来规划 机车左转专用道 配刊后 节奏局认为 增设机车左转专用道 相当可行 可配合原有的石像号制 让机车与汽车能在同一时间 分流上桥 相关的改善工程 预计在下个月就可完成 这个路口本身就有一个 汽车左转的一个石像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石像 也规划一个机车左转专用道 然后配合这个石像 让机车跟汽车可以同时上桥 来增加大家 减少大家 那个机车组的一个 行驶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要配合相关的一些 铺面 还有一些耗制 这些等等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预计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能在下个月 可以把它完成 另外 环河南路与环河北路 灯号不连贯的问题 李翁月儿要求交通局 一并改善 还给用路人便捷顺畅的 交通环境 凯博大台北世卫新闻 文鸿采访报导 为了让社区环境更整洁 新北市三重区 福利里长刘佩华 最近又成立了一支 环保义工队 成员都是由热心的领长 和巡守队组成 大家利用空闲时间 一起出来打扫 继续为黎民服务 一大早 志工们穿着背心 拿着扫把本机 认真打扫每条街道 气氛相当温馨 为了让社区环境更整洁 三重区福利里长刘佩华 最近又成立了一支 环保义工队 成员都是由热心的领长 和巡守队组成 大家利用空闲时间 一起出来打扫 继续为黎民服务 感觉心情很轻松 要可以为我们利来服务 让我们利来更清晰 福利里的巡守队 已经成立15年了 我是感觉说 我们的巡守队和林长 号召出来 为我们利来 这个环境做得更好 所以我就成立 这个环保义工队 接这些林长和巡守队 有用的人 利用假日的时间 出来扫头咖 福利里环保义工队成立以来 无论是背心 还是各类打扫工具 全都由刘佩华里长自掏腰包购买 无悔付出的精神 让身为巡守队长的三重区 咨询委员何志源 相当感动 尽量的科技就是说 我们的利长完全不向我们的公家 行政领导的一个保障 完全都是由于个人来支付 我想这种精神 可以说每个人来核心 也受到我们的巡守队 以及所有的林长 大家感受到我们的利长 这种精神 大家的活用 当时为了我们好利率 共同这个环境来拼手 福利里在刘佩华里长的用心耕耘下 不仅完成墙面的3D彩绘 也把边电厢全部美化 更重要的是邻居里民共识 让大家愿意走出来 共创美好的生活环境 福利里环保率美化 在 广告回来告诉您 为了鼓励身上朋友勇敢出门运动 长期关怀老憨儿的育成基金会 特别举办了一场趣味运动竞赛 三位荣博士大运亲散大使的育成学员 正带领大家一起跳健康操 场面相当热闹 她是我的同事张小姐 有她在啊 阿公阿嬷开心又安心 这位奶奶喜欢待在家里 比较有安全感 陈阿姨会来照顾她 偶尔也会下厨给奶奶吃哦 妈妈 你没没办 我出去这段时间就麻烦你了 我们知道 家人与工作两头烧的你 偶尔也需要照顾服务员的帮忙 长朝2.0 我们照顾您 欢迎回到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台湾农特产品品质优良 不论是外销或是在本国市场 都深受消费者喜爱 而为了推广台湾在地新鲜健康的农粮产品 农委会这个礼拜六日 在世贸山馆举办农粮精品展销会 现场除了有特色商品 还规划了十大农产专区 同时推出了满额送好礼的活动 最大奖有电动机车和香港来回机票 色泽带点米黄色 摇起来口感扎实 这是大人小孩耳熟能详的零食乖乖 但是跟一般常见的相当不同 因为它是用台东关山出产的米 所制作出来的无肤脂鳞嘴 更通过了产销履历认证 以上事就造成了强购热潮 乖乖跟关山米的结盟 那主要的原料是以我们关山米为主 为主要的原料 目前推出的口味是这种单一的野奶口味 那一推出就已经在市面上 非常受消费者的喜爱 品质优美然后又很丰盛啊对不对 无论是鲜艳欲滴的芒果 还是饱满的黄金竹笋 这些不同种类的台湾农产品 都深获消费者的喜爱 也促成农委会举办一年一度的 农粮精品展销会 希望让更多民众能够一次买足 台湾自制的优良农产品 近年来 对于食安的种类 包括有没有雕物残留 那里这些有没有重金属残留 那里农产品是不是可以追溯到源头等等 这一些的安 对这些食安的关注啊 导致我们农业单位 不得不更加的努力 希望把我们在地啊 我们所生产出来的 在地的最优质的农产品 怎么样去把它提升 无论是一级产业 包括加工 或者到休闲体验 我们都希望把它以最好的这些品符来呈现给我们的国人 这次的农粮精品展销会 除了设置十大精选专区之外 还设置了大会执行品牌 一次网络国内优质的农粮精品 从即日起到18号 欢迎民众前往世贸三冠选购 台湾大台北出位新闻 从德华采访报道 身性障碍者和他们的家属 常因为外界异样的眼光 不敢出门做运动 长期关怀老汉儿的育成基金会 就特别举办了一场趣味的运动竞赛 而三位荣获四大运亲善大使的育成学员 跟带领大家一起跳健康操 场面相当热闹 跟着轻快的音乐节拍扭扭屁股 挥挥手 来自育成基金会蓝星站 三位世大运亲善大使笑得好开心 带着大家活动筋骨 并揭开竞赛序幕 他喜不喜欢运动 我喜欢其他车车过路 我喜欢五月街 我喜欢五月街 然后呢 你喜欢的 好 同学喜欢什么 我喜欢的 随着音乐节奏 汉儿们要两人合力啪啪噪 将手上的大红彩球 沿着指定方向前进 再绕回去看哪一组最灵活 接着游戏难度更高 参赛队友要先选择彩球 再用力的把手上球丢出 体验灌篮滋味 团队要合作得很好 然后还有整个身体的那个 平衡啊 协调要很好 然后第二个活动呢 是我们丢球 那可是我们这次 以前的活动是 球的距离是一样的 而且比较近 因为以前小孩程度比较重 那我们这次是设计 长度不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丢近丢远 那丢越远分数越高 那这个就可能就要训练到 他们的那个手眼协调的能力 透过加油团跟志工协助 再搭配轻快的流行歌曲 寒儿们表现渐入家境 不但预教娱乐 发现运动的快乐 更能够享受丰富的生命体验 增进独立自主能力 记者顾琛勇 请问目指导 要让孩子学习母语 各小学或是幼儿园 都会安排乡土教育课程 新北市生坑妇佑 则是设计歌仔戏表演 让小朋友借由唱戏来学台语 另外每年还会举办成果展 而今年演出的戏码 是守护景美希 小朋友扮起鱼虾唱戏 模样超级可爱 跟着锣鼓调唱出歌仔戏台词 深恨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 台语咬字不含糊 仔细看他们的造型也很特别 有的扮仙女 有的眼鱼精和磅壳精 这出守护景美希的戏码 小朋友们各自扮演重要角色 不论是身段或是走位 模样都超级可爱 让台下家长们疯狂拍照 身段跟动作那些都是要 比较专业的歌仔戏老师来教的 那其实像一般的那个唱谣 我们老师在前半年 就可以让孩子熟悉 将近60位小朋友一起上台 光要安排位置就不容易 还要让他们走位记台词 对老师来说更是一大挑战 已经连续举办八年的歌仔戏成果展 今年剧本由老师和学生一起发响 希望透过戏曲让小朋友认识家乡环境 也能鼓励孩子开口说台语 可以用游戏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完全参与在里面 然后就慢慢的学会讲台语 因为在家里我们没什么机会 跟他讲到台语 说到要演戏 每次上课都可以梳妆打扮 小朋友比谁都开心 学起母语自然就不费力 回到家还会主动和家长分享 增进亲子关系 圣坑富佑把歌仔戏融入乡土教学 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 也能传承传统戏曲文化 开播大台北苏位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道 常常听到有人说创客精神 就是把想法付出实际的行动 而在新北市的卢州国小 就有一个创客社 社团的学生 特别在学校的穿堂 举办创客四级的闯关活动 把累计了一年多来的创意作品 拿出来和学弟妹分享 让大家也能够体验 动手做的乐趣 经济好玩的扭蛋机 连大人有跃跃欲试 还有这个用水管 保特瓶做成的空气枪 跟让小朋友爱不释手 这是卢州国小创客社 特别为学弟妹举办的创客四级闯关活动 除了展现一年来的丰硕成果 也让大家体验动手做的乐趣 我们创客社团成立一年多 那今年是学生 他们整合他们这一年来所做的专题 然后这个办了一个体验会的活动 那这个体验会活动 我们主要由社团的同学来策划 然后呢让学弟妹来体验 他们自己所创作的作品 为了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学生不仅要学会运用 生活中垂手可得的素材 也要学习相关的程式设计 及3D列印技术 脑力激浪做出的作品 不管是扭蛋机 还是龙猫滑板花车等 都在各项创客比赛中 获得佳击 可以照想法去寻求 制造出自己需要的东西 而且可以照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发展 不会像以前的观念就只有光想 可以尽量当自己手做 这样子的一个Maker教育跟创客精神 可以激发出我们孩子 无限的创意 无限的可能 这样子呢 将来可以让孩子呢 带动整个国家的开发能力 如作国小积极推动创客教育 希望就由这次的体验活动 能激发孩子的创作兴趣 让孩子在创作中 获得乐趣与成就感 凯博大台北四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捷运是台北市相当重要的大众运输工具 但是跟各国的城市捷运相比 似乎还有改善的空间 就有民众向台北市议员 劝勉沙提议 希望能够增设亲子友善车厢 从102年开始进行规划 到底成果如何 记得锁定6月16号 星期五晚上10点 台北大小事节目 台北捷运已经成为上班通勤族 不可或缺的日常交通工具 根据国际地铁联盟 以及轨道运输标杆联盟排名之中 台北捷运系统可靠度排名第一 而其中在车厢里的亲子友善区 则是台北市议员 劝梅莎一手催生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推动 也是叫女性专用车厢 后来两性平等委员会觉得 应该不可以有性别歧视的感觉 所以后来才改成亲子车厢 就是慢慢女性专用车厢 妇用专用车厢到亲子专用车厢 因为一位妈妈选民 向劝梅莎议员提出搭捷运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让有带小孩的妈妈 有些搭乘的车厢建议 促使了议员思考亲子友善区域的可行性 因此在102年提案 到了104年终于正式上路 雄战的卡通造型 还有一些所谓的 妈吉猫的卡通造型 加上一些主题 请蔬果礼节的主题加进去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 去吸引小朋友注意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子 可以减轻父母在带小朋友的负担 整个互动情会更好 因为小朋友他才会安静 因为小朋友他没有办法安静太久 那一炒的时候 刚好可以看一下 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水果有贴字 然后又可以跟他讲说 这是什么样的英文 又可以跟他去互相在那边聊天 至少有个话题在那里 设置捷运亲子车厢和补给入室 绝对是迈向友善台北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到底在推动时遇上哪些困难 推动后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呢 6月16号星期五晚上10点 尽情锁定台北大小事节目 将带您深入探讨 开播到台北数位新闻曹德华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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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经过多年努力 凯博大宽评 阳明山 新台北 大安文山 金平道有线电视 终于在今年6月15号 关闭中山 松山 大同山区的类比讯号 正式宣告完成台北市全区的数位化的目标 未来民众除了可以欣赏到高画质的节目以外 还能够拥有随选视讯 居家防护等加值服务 享受最优质的多元影音饗宴 有线电视工程人员 卖力清整揽线 爱家爱户为民众安装数位机上河 凯博大宽评 阳明山 新台北 大安文山 金平道有线电视 经过多年努力 终于在6月15号 关闭中山 松山 大同山区的类比讯号 正式完成台北市有线电视全面数位化的目标 其实不是今年而已啦 去年5月份我们就完成了亚明山 也就是士林北投区的全数位化 然后在去年的11月呢 我们就完成了大安文山 有线电视的这个区域 就是大安区文山区 那在今年的5月份呢 我们也陆续完成了 新台北南港内湖区域的全数位化 那在昨天我们也完成了我们金平道 松山 中山区等等的这些区域呢 也终于在昨天全部都完成了 无论是live转播球赛 或是紧张刺激的电影片段 民众可以透过数位机上河随选随看 不再错过任何精彩镜头 除了高画质的影音响应外 有线电视数位化还包含电子节目选单 全频道亲子所 居家防护等多项便利服务 像双向的选选视讯 那选选视讯的品质呢 画质呢 也可以在往上再提升 那可见的未来 我们应该是有办法 可以提供到 甚至到4K的这样的一个频宽 让我们的有线电视的收视户呢 可以有更优质的节目可以收看 凯博大宽评身为国内有线电视业领导品牌 除了全力配合国家数位化政策 未来也将持续提供用户更多元的价值服务 迎向数位4.0的智慧生活时代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祥廷采访报道 新北市巴黎区的黄金笋 现在正式惨祭 虽然采收前碰上了超大豪雨 但黄金笋的品质和甜度 却完全不受影响 巴黎区农会除了举办评件比赛 也要在6月23、24号两天举办黄金笋盛宴 邀请民众一起来品尝 家宾们共同点亮LED看板 宣告巴黎黄金笋系列活动正式开跑 首先登场的是第18届黄金笋评件比赛 评审意外观、色泽、柔韧度及甜度 四项标准来评分 虽然今年采收前碰上了超大豪雨 但完全不减黄金笋的品质及甜度 让评审相当赞叹 在我们这几天来巴黎做冰箱的结果 我们巴黎家的孙子都没问题 甜度都吃甜 一般来说孙子的甜度 大会都在六岗市中 如果六点多都算吃甜 如果有也都不错 今天最高 我们这里切得的分数是7.0 摘种竹笋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 虽然这次豪大雨没有影响黄金笋的品质 但也造成不少的损失 新北思源正在立香 和巴黎群囊会都呼吁大家 以实际的购买行动 来支持辛苦的农友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加油打气 因为这次我们收拾的也是很多 所以我们有稍微把演技来救办 农民在挖竹笋 是一大早三四点就上山了 那蚊子很多很多 然后在之前还要抗孙、背孙 那是非常重的一项工作 所以我们都要来支持我们的农友 为了让民众尝鲜 巴黎区农会将于6月23、24两天 在大皮顶活动中心举办黄金笋盛宴 原价一桌5500元 现在特价只要4000元 欢迎民众踊跃定桌 与亲朋好友大快朵頤一番 凯博大台北世卫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道 新闻最后提供给您气象方面的讯息 受到滋留封面和西南气流影响 中央气象局针对北北基等12县市 发布豪雨特报 从16号傍晚到17号一整天 全台各地都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 提醒住在低洼地区的民众 得特别注意淹水的情况 另外延日降雨也造成山区的土石松动 非必要还是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